在台北市大安路上有一家已经开了30多年的包子店 这里无论是包子或馒头都是用老面发酵的面团来制作 而且招牌的蛋黄鲜肉包 里头包入咸香蛋黄 还有肥瘦2比3比例的猪后腿肉 趁热咬下去还会有留下烫口的咸香肉汁 这是老店里头的销售冠军 现在已经传到第二代了 不仅口味更加多元化 光是一片包子加馒头可以热卖上千颗 要充多别的能不能试比 这样的85块了 肉包芋头馒头 这样就好了 好 这42块了 清晨一大早 位在台北市大安路上的这间包子店 生意好得不得了 早餐时段还同时卖各式早点 站在肩台前的老板娘 煎蛋比的双手没停过 急着安抚客人机场碌碌的胃 而穿着背心守在厨房 埋头工作的老板林永吉 每天给药做出两到三千个包子馒头 再足以应付人潮和订单 在一旁忙着赶工的是儿子林梦翰 大学毕业前一年他突然说要做这个 我也是吓到 我现在很积极地在教他 因为我也想很积极地想要退休 林梦翰毕业于中央大学机械系 退伍后原本要去当绘图工程师 但想到家传的手艺 每人传承实在可惜 因此决定接棒 也让包子店三十年来使用的老面 得以延续下去 加入老面的面团很难做 像天气冷 很冷冬天还没来的时候 让它吃热水喝温水 然后夏天很热 要把它吹冷气 把它冰起来 把它吃冰水这样 然后不断持续培养到现在 父子俩多年来 持续培养的老面 每天还得不断地 添加新面粉和水来调和 才能送进这台压面机 经过机器反复延压 压出面团的筋性 接着包入的馅料 让林永吉引语为傲 我们蛋黄肉粑真的很好吃 它的蛋黄很细 很沙沙的这样吃 超好吃的 包入肥瘦2比3的猪厚腿肉 和黄橙橙的蛋黄 一颗颗浑圆饱满的包子 送进蒸笼前得比别人多一道工 先送进木制烤箱再一次醒面 让包子皮更细致软Q 像这个是厨子烤箱 它也是醒面的 还有它煎到说发酵的箱子 我们下面像都有两个热水 增加它发酵的速度 接着放进现在少见的竹蒸笼 让包子多一味古早味 因为最传统它还有竹香味 它还有一个竹子的香味 香气在里面 它一层一层这样上来蒸 所以说它馒头能够扎实紧实 这也是一个很要紧的一个关键 坚持古早味的做法 果然外皮扎实又Q弹 黄金比例的猪肉馅 吃来不干柴带点肉汁 咸香味恰到好处 与蛋黄相互融合 它那个蛋黄肉包吃起来 就是蛋黄的味道很浓郁 对 然后鲜肉的那个肉很新鲜 然后加上那个皮 那个皮就是吃起来感觉 整个混乱一体 接下来吃下去之后 整个就是太好吃了 每天现做现卖的包子 还有吃得到芋头颗粒的芋头包 包入红豆馅的黑糖包 以及一天热卖三百颗的高丽素菜包 这些手工制作的古早味包子 多年来做法味道不变 唯一改变的是 儿子加入后老店换上了新风帽 反正它是要的东西是比较新一点 我要的东西是比较旧的东西 本来很久很旧很旧的招牌 还是用环布拉着的而已 他就帮我换掉 还可以点电灯的 而且在一些新的做法上面 有时候我也是跟他吵了很多 但是我反正我都要积极退休的人了 就顺他吧 如今林永吉借鉴退居幕后 让儿子独当一面 柠檬汉对品质一样要求 葱花卷的主角青葱 一定选用宜兰三星葱 滋味较鲜脆 混着面团的甜是老顾客的最爱 小小的包子店能走过三十个年头 是第一代老板夫妇共同打拼的成果 林永吉国中毕业后 就在岳父的包子店当学徒 不仅练就一身好受益 还娶了师傅的女儿 因为我做这一行从小很辛苦 那爸爸妈妈不希望我再嫁给做馒头 那我但是我还是嫁给他 好啦 讲一下 这样子到底娶我 你满不满意 打几分 打一百分八 真的 真的啦 他还算蛮不错的 他不会呆呆地做生意 他会制造一些生活乐趣 从老板娘的笑容中可以知道 与老公一起便手知足 开创这间包子店是幸福的 如今儿子回家坚守 让包子的好味道不失传 也让老店的故事继续延续下去